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假星星,我是星星 之前我们说过清朝末代皇后婉容的故事 知道了她悲苦的命运 但是也从刘晒的照片看到了她的倾国清晨 今天我们要说的另外一位末代皇后 她的一生没有像婉容那样大起大落 不过也是几经波折 颜值则是完全可以与婉容匹敌 和丈夫出访欧洲时还得到了中南半岛第一美女的称号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越南的末代皇后 南方皇后 南方皇后本名阮友世兰 出生于西元的1913年11月14日 也是越南阮朝维新13年 这里我们先简述一下越南的最后一个王朝 阮朝的历史 阮朝的历史要从1428年建立的后离朝开始说起 后离朝传道的16世纪初 开始衰败 一位名叫末登庸的武臣 在1527年篡位建立了末朝 阮朝的祖先阮氏和正氏这两家都是后离朝的重臣 他们拒绝归顺于末朝 涌立了后离朝的宗室黎尼 复辟为后离庄宗 与末朝对峙 后来正氏又灭掉了末朝 势力大增 于是正阮两家决裂 各自称王 后离朝的皇帝则成为了傀儡 1777年软氏政权被不同宗的软氏三兄弟推翻 史称西山起义 1787年软氏三兄弟继续向北讨伐 歼灭了正氏政权以及傀儡的后离朝皇帝 统一了越南建立西山朝 也结束了自末朝篡位以来200多年的割据状态 被西山朝灭了软氏政权武王软福阔的孙子软福印 他在1780年称王 并且多次尝试攻打西山朝卫国 终于在1789年趁着西山政权内部分裂 成功覆灭了西山朝 并且逐渐平定越南全境 1802年建立阮朝 阮福印称为加隆帝 并且前史清朝恢复繁蜀 1804年清嘉庆帝将阮朝的南越王国 改为越南王国 自此阮朝以越南为国民 对清称为越南国王 在内则称为大南皇帝 想要拓展殖民地的法国 于1847年开始逐步进占越南 1882年攻打了河内 与越南签订顺化条约 成为越南的保护国 1883年12月 越南宗主国清朝为了保护繁蜀地 与法国爆发了中法战争 虽然战争陷入僵局难分胜负 但是为了保住台湾 1885年清朝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 要求法国退出基隆澎湖 慈禧太后遂承认 越南与法国签订的顺化条约 中法战争告终 从此越南脱离了清朝繁蜀为法国统治 虽然越南境内爆发多次的反法勤王运动 但是都被法国驻军一一镇压 各地的起义活动皆以失败告终 越南被法国一分为三 北齐东京保护国 中齐安南保护国 以及南齐交举之那殖民地 1887年 法国将这三个部分的越南领土 与同为法蜀的柬埔寨 合并成立了法蜀印度之那 也就是中南半岛联邦政府 1893年再将辽国也加入 法国虽然没有废除越南柬埔寨 还有辽国的君主 但是他们不过都是 法国殖民地政府的傀儡 越南的皇帝依然称为大南皇帝 名义上仍拥有中旗的领土 末代皇后阮友士兰 便是出生在这个时空背景下的越南 他生于南部法蜀南齐俄贡省 父亲阮友豪是来自一个贫困的天主教家庭 天主教呢 在16世纪就已经传入越南 比中国发展的还要早 17世纪就已经发展的蛮不错的 虽然越南还是以佛教为主要的信仰 但是信奉天主教的也不少 现在越南使用的文字 便是由17世纪法国传教士 亚历山德罗所发明的越南式 罗马拼音演变而来的 好了 有点舍探员 总之呢 来自穷困天主教家庭的阮友豪 在西贡总主教的介绍下 他担任了越南首富黎发达的秘书 后来还把黎发达的女儿给娶回家了 在岳父的支持下 阮友豪成功发展了他自己的种植事业 也成为了大地主 阮友士兰就是两人的女儿 出生在富裕的西化家庭 阮友士兰从小就秀习为天主教徒 圣名是玛利亚德勒萨 1926年12岁的阮友士兰 被他的父母送到了法国巴黎近郊的 一所贵族天主教技术学校来读书 并且规划了法国籍 18岁学成之后 他回到了越南 在一个夏天 附加千金阮友士兰参加了 由法国总督在避暑圣地大乐举办的舞会 他在这里邂逅了大南皇帝宝大帝 汉软友士兰童年出生的宝大帝 本名是阮福永瑞 他是阮氏王朝第十三任 也是最后一任的君主 1922年9岁的阮福永瑞 被封为东宫皇太子 随即被法国殖民地政府 送到了法国去留学 1925年他的父亲起定地驾崩 阮福永瑞回到了越南 1926年1月8日 12岁的皇太子在顺化的紫禁城 登基为大南皇帝年号宝大 仪式完成后 他又被送回了法国读书 直到1932年 在顺化摄政朝廷不断的催促下 法国才终于同意 让19岁的宝大帝回到越南清政 宝大帝回到越南没多久 就认识了同样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阮友士兰 因为相同的成长背景 而且阮友士兰既有东方女子的温婉 又有西方女子的自信 他的长相不但出众 也因为家庭环境比较好 营养充足 阮友士兰也比当时一般越南的女子来得高挑 宝大帝可以说是对他一见钟情 两人认识没多久 1934年20岁的宝大帝 就在顺化紫禁城迎娶了同岁的阮友士兰 宝大帝不仅公开称赞阮友士兰 兼具西方的优雅及东方的魅力 足以胜任国母 更为了阮友士兰打破了多项越南旧力 第一他无惧舆论 在以佛教为国教的越南 坚持迎娶天主教的阮友士兰 第二阮朝除了开国皇帝加隆帝曾立后 后代的君主皆遵循祖训 生前不立后死后才追风 但是宝大帝在大婚的第四天便下旨 测封阮友士兰为南方皇后 意思是南部的芳香以纪念他的故乡 南方皇后也是阮朝为二 生前受到测封的皇后 第三结婚时宝大帝还准许阮友士兰 身着只有皇帝才能穿的黄色礼服 可见宝大帝对他的新娘真的是疼爱有加 不过宝大帝的母亲端婚皇太后 很不赞成这位天主教的媳妇 在两人结婚的隔年 就做主将自己的侄女 也是宝大帝的表妹 嫁给宝大帝作为应妃 虽然信奉天主教 又受新式教育的南方皇后 当然希望遵循一夫一妻治 但是毕竟是皇太后的旨意 她也只能接受 这件事情当时并未对两人的感情 造成太大的影响 婚后的第二年 1936年南方皇后就生下了 两人的长字阮府宝龙 宝大帝为儿子的诞生 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三年后又将她封为东宫皇太子 南方皇后一共生了五个小孩 二男三女 在国家治理上 19岁正式亲政的宝大帝 有着远大的抱负 落落大方的南方皇后 就成了她的得力助手 欧洲读书归来的第一夫人 在外交上有力的提升了越南的知名度 1939年南方皇后随着宝大帝出版欧洲 她的端庄气质以及时髦不实礼数的打扮 在欧洲掀起了一阵风潮 在半夜教宗庇护十二世时 不同于西方人对印度支那女性 身着黑衣黑袍的基地影响 南方皇后穿着绣着龙的金色外衣 金色帽子 银色裤子 让西方媒体大家赞赏 称她是印度支那的第一美女 在越南国内 她积极参与社交慈善活动 对越南的女权以及孩童的教育 有大幅度的改善 也让人民越来越爱戴 这位天主教的皇后 不过宝大帝很快的发现 在法国殖民地政府的干预下 她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 1945年日本趁着二战期间 法国本土被德国占领 法国投降之际出兵攻占越南 不过当时日本攻打越南 只是为了切断中华民国政府的后援 并没有干涉越南的内政 也没有侵犯顺化的阮潮朝廷 1945年3月11日 宝大帝在日本的不断鼓动之下 发动政变 宣布包含北齐中齐南齐 脱离法属印度支那政府 三地统一成立越南帝国 并且加入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 但是很快的五个月之后 1945年的8月 日本就战败宣布投降 越南帝国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 国家摇摇欲坠 8月19日 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 攻占了河内 日本人向宝大帝建议 可以动用日本武力 歼灭越盟 但是宝大帝断然拒绝 8月30日 他在顺化皇宫的五门前 举行了退位仪式 宝大帝说到 愿为独立国之名 不做奴隶帝王 阮朝政权144年的统治正式告终 也结束了越南千年的地制 随即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恢复平民身份的宝大帝 担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最高顾问 南方皇后也加入了越南重建委员会 积极参与组建越南首个红十字会 1946年宝大帝带着全家人离开越南 必居香港 不过一直想重返越南的法国势力 开始积极与宝大帝接触 想要借着宝大帝在南越建立君主制的越南国 与北越的胡志明政府分庭抗礼 宝大帝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样 想要复兴祖业 不过南方皇后也和婉容皇后一样 非常的不赞成 南方皇后还曾写信给法国当局 恳请法国不要再现越南与苦难战争之中 但是国家利益可不是皇后的动之以情就有用的 于是1947年南方皇后毅然决然的 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宝大帝 搬到了法国一个被森林围绕的小村庄 住在他越南首富的外祖父 在20世纪初购买的房产 1949年宝大帝独自回到越南 担任越南国的国家元首 其实两人的分道扬镳除了因为南方皇后 不想再过着流亡的生活 想给孩子们一个安心成长的环境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则是宝大帝因为证据上的不如意 常纵情于声色 包养情妇 连在香港避难时也结识了吴小姐黄小兰 后来还将她纳为妾 违背了当初她娶南方皇后时 答应皇后的义父义亲 渐渐的也将两人的感情消磨殆尽 1955年越南发起了废除君主制的共鸣投票 宝大帝皇位被废 同年他再度流亡于海外 到了法国巴黎 宝大帝曾到法国乡村探望过南方皇后几次 但是在孩子长大离家后 南方皇后便和几位仆人 住在有几十个房间的大宅里 虽然生活富裕衣食无缺 但也许有点寂寞 1963年49岁的南方皇后 心脏病发在家中逝世 她去世时身边只有两位女佣 她的子女为她举办了简单的丧礼 虽然有几位法国当地官员参加 但就和一般人一样 她被葬在了法国的公墓 将她立后的丈夫宝大帝并未现身 1982年年近70岁的宝大帝 再度娶了法国女子莫尼克伯多为正妻 不过这次她没有将她立后 赐给她皇妃的封号 越南软潮末代皇后 南方皇后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 别忘了订阅人生假惺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